大家好,欢迎来到华夏联盟 这节课的动画名称是解密解密班的第六课 要组文件的解密 好了,现在我们先来演示一下 比如说吧,我们这个 我们首先新建一个文档 命名为1吧 它这个打开进入它 随便输一些文字之类的 什么是压缩文件的解密呢 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压缩文件的 这个就是我们压缩文件 我们怎么去把它 前面我给大家都说了 那些握和 握文档和 那个工作表的解密和解密 他们都是很容易被给别人去破解掉的 密码都是很容易给破解掉的 这个握是 这个 压缩文件是不容易 就是想要破解是挺难的 也是 因为也是可以破解 但是挺难的话 时间也是挺长的 好了,我们来压缩文 我们就教大家 我们点一下右键 停接到这个 压缩文件 好了,这里 这里 有个 同命名 这个配置之类的 这里有个压缩的 格式 这里 谁自己大家喜欢之类的 这里有标准 我就选择标准吧 这里 选项都自己可以选择的 那我们 选择高级 这里有 这些都是可以自己选 喜欢选择的 这里有个设置密码 我们点击一下 这里 带密码的压缩 我们压缩我们123吧 密码是123 显示密码 是123 接密文 我们点击确定 好了 这个压缩文件已经成功 被我们加入 设置了一个密码了 这些自己去看下也是可以的 我们点击确定 这里就多了一个压缩文件 好了 我们世界可以不用密码去打开它看一下 这些问题需要 请 为揭秘的文件输入密码 我们随便输一个 是 看不了的 是进入不到的 中 是 中文操作的 比如说有的朋友说 我不喜欢这 我不喜欢这样 还有其实还有另一 可能是另一种办法 办法可是可以另一种解压方法是可以打开的 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解压到 解压文件 确定 确定 同样是需要 第二种方法 同样是需要密码的 我们随便输入一个也是不可以的 这个文件解压里面 虽然解压了这个文件解压出来 但是里面什么也是没有的 空白的 除非我们输 除非我们输一个正确密码 123 确定 它就马上打开了 里面同样是有内容的 好了这节课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不懂话上门 华夏联盟 华夏互助区 发展提问 还有我们华夏联盟 这里有很多的文章 技术文章 还有免费资源 还有远券和教程之类的卸载的 卸载观看的 欢迎大家进来交流技术 我们谢谢 再见